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香港拓展通畅遍及的国际联系 跟更多国家展开更亲密的交流合作 扩大经贸合作网络 中海媒体报导 韩正宇事项方式致辞 他表示香港是共建一带一路 积极参与者 贡献者 也是受益者 在助力一带一路上面发挥重要作用 工作上面值得肯定 他一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期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提起香港游乱极致 优质极新 将长期坚持一国两制方针 全力支持香港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 韩正表示香港具有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的优势 中央支持香港维持国际金融 航运跟贸易中心的地位 做强专业服务 打造一带一路综合服务平台 并且支持香港保持普通法的制度 发展高价位服务业为一带一路提供法律 金融等专业服务 巩固在国际上面分工之中的竞争力 韩正也提到希望香港深化跟中国内地的合作 持续香港继续深入对接 共建一带一路创意 他指出一带一路创意 19年以来成功实践 充分证明这是一条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之路 中国将以高标准 可持续性会名声的目标 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 坚定不移地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致辞的时候表示 支持香港尽早加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 致辞的时候则表示 香港目前正处在 邮软转制的重要时刻 并且重申香港金融体系 在疫情之中依旧文件 美中之间针对中国在美国 上市企业财报问题达成共识 路透社引述 熟悉消息人士的三名人士表示 美国主管机关已经选定 中国电子商务巨头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蛋 在美上市的中企 预定自下个月开始 进行审计查核 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 阿里巴巴已经获接通知 是首批在香港接受美国上市公司 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 审计监管的中国企业之一 消息人士指出 中国最大商务电子公司的 会计市事务所扑华涌道 也被告知审计工作检查 阿里巴巴2014年在纽约挂牌上市 创下当时最大规模首次IPO的纪录 也是目前在美国上市市值最高的中国企业 截至本月26号市值为2560亿美金 目前路透社无法立即知道 第一批审计名单中国公司的数量跟名字 此前中国政府担心海外监察机构 审计中国审计提告会引发国家安全问题 因此围绕在美国上市中资企业的审计争 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数十间中资企业曾经遭到 美国交易所停牌乃至摘牌 其中大多数都是因为没有及时提交财务报告 而在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 推动外国公司问责法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启动下市要求之下 中方开始跟美方寻求解决之道 直到8月26号晚间 中国跟美国共同宣布达成审计监管协议 这也代表中国将允计美国会计监管机构 前往中国跟香港 允许在纽约上市的中期审计提告 报导指出这将可以化解双方长期一来的争议 以及避免中国企业自美国证券交易所下市的风险 不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根斯勒表示 美中双方本次签署的只是一份初步协议 只有当美国证券监管机构 可以完全监管跟审核 中国境内的审计公司时 该协议才有意义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200多间总部在中国的企业 持续使用中国的这些审计公司 将会面对在美国证券交易下市的经历 日经亚洲指出 美方审计团队将在9月上行赴香港 检查总部位在香港跟中国内地的在美上市 中国公司的审计记录 其中将包含从中国内地转移到香港来的敏感数据 路透社报导 美国审计团队选择首次检查在香港进行 是因为香港金融中心允许拥有司法独立 跟中国大陆不相有的其他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 许多话皆分析师对此感到怀疑 认为该协议有失败的风险 香港积极争取跟中国大陆通关 并且提出逆格力的建议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28号 在一个电台节目之中表示 北京当局对香港逆格力的建议反映正面 相信通关很快就会有所突破 综合媒体报导 陈国基在电台节目之中表示 跟中国内地以及外国通关 一直是香港的目标 而目前海外抵达香港人事 改为3加4检疫之后 大幅缩短隔离时间 而且效果不俗 陆境旅客人数已经翻倍 商界也认为3天检疫时间是可以接受的 而在跟中国内地通关方面 陈国基始终表示有内地政策的考虑 希望尽早满足相关通关的要求 香港方面提出逆格力的建议 也就是让港人在香港隔离之后前往内地 或是增加港人前往内地的名额 希望可以达到让港人回到内地的目标 他也形容内地对此反应正面 希望很快可以在各方有所突破 对此香港议员梁熙在电台节目中表示 如果落选拟隔离 根据内地7加3的检疫规定 他认为首期日可以在香港隔离 其余3天则可以在内地城市居家隔离 他说拟隔离可以让内地港人在香港隔离 期盼建议措施可以促进香港跟内地尽早通关 而另一名香港议员田北成则对此表示 与内地通关不可能免于检疫 因为不符合内地防疫政策 但是如果可以争取到在香港逆隔离 增加检疫名额则较有可能实现 目前仍正在广东访问的香港特首李家超 外界也关注到逆向隔离政策 是否可以谈出进度 田北成认为李家超本次访问广东 可开口要求增加每天的配额或是逆向隔离 不过消息人士也认为目前香港疫情处在高峰 估计很快就会破万 而深圳又敢爆发疫情 多区实施封控 加上中国二十大已经定于在10月16号举行 因此为了保证二十大顺利进行 不会有任何意外 各个地方政府都将严正以待 而在如此情况之下 即使广东省领导人同意密隔离的大方向 但是如何落实 保证不会增加内地的风险 涉及到的问题会非常繁多 不是短时间之内就可解决 香港高等法院裁定 警方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 查阅被监禁的伊传美集团创办人 李志英的两部手机 因李志英的律师将对该决定提出上诉 李志英的手机可以持续封存到 9月6号晚间11点 综合媒体报导 李志英2020年8月被捕的时候 警方扣押他的两部手机 李志英的律师表示 警方扣押李志英的手机 是在他本人不知情跟完全不同意的情形之下发生的 而且是在其律师到达之前的事情 李志英随后入门法院 表示手机之内涉及新闻材料等资料 警方无权查阅 香港法院之后下令把相关资料证实封存 今年7月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 凭借香港国安法实行细则 再次申请手令 要求搜寻手机之内涉及国安的指名证据 包含新闻材料等相关议题 之后李志英又在今年8月 向法院提出司法复合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在30号 做出港警可以查阅李志英手机之中 涉及国安指名证据的裁决之后 李志英的律师已将上诉为由 将裁决暂缓执行 法官将批准临时暂缓令7天 要求李志英名列呈现复合申请 李志英的首席律师戴斯奇曾经表示 对新闻资料缺乏保护措施 将造成香港的寒蝉效应 他在先前司法查证会之中就说过 机密的新闻资料是媒体健全 跟自由运作的基本特征跟基石 报导还提到 李志英在前年8月 遭到香港警方以勾结外国跟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名逮捕之后 一直被扣押到现在 去年更是被加控 川普勾结外国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以及协助犯罪 外籍游行在香港法院 采定解密手机内部的 关键重要资讯之后 李志英将很快会被以 跟外国势力勾结的罪名 进行审判 根据北京两年之前 对香港实行的国家安全法 该罪名最高可以被判处 终身监禁 新加坡与香港人才争夺战 越演越烈 新加坡宣布推出新的工作签证 明年1月1号开始接受申请 申请人固定月薪 需要至少16.85万港币或是以上 水平更现时 新加坡工作签证 最高月薪5%持有人相同 而香港特首李家超则多次表示 会在今年10月施政报告之中 推出措施吸引全球顶尖人才 汇聚香港 综合媒体报导 新加坡政府表示 申请人即使月薪未能达到标准 但是如果有关人士 在体育、玉树、科学等范畴 又接触成就 新加坡当局审核之后 也会允许他们申请有关签证 有关措施将在明年1月开始生效 新加坡人力部长陈诗龙表示 薪资只是一个标准而已 签证计划目标是要吸引在相关领域 排名世界前5%的人才 甚至是前2%到3% 陈诗龙又表示 新加坡摆脱疫情之后 进入经济跟地缘政治 不确定性的时期之际 巩固新加坡作为全球人才中心的地位 应该是及时的 同时香港特首李家超先前表明 在他举行过的线上试证报告 咨询会议之中听到过一些意见 他认为应该趁着香港迈向 有志即兴这个关键时刻 发展香港创新跟科技事业 而且应该要把握时机 吸引全球顶尖人才 汇聚香港要抢人才 好表明他很认同相关意见 也会在试证报告之中提出他的看法 对此香港建会大学 政治跟国际关系学系 前助理教授黄伟国分析 香港两地都是外向型的经济 是互相竞争的对象 忍气我去 不过梁振英年代开始 立即香港特首都无能为力 解决香港面对的结构新问题 香港输给新加坡的情形 已经非常明显 另一方面除了困难跟国际通关之位 香港目前的优势也被抛离 还有涉及到北京的因素 而根据最新官方人口数据表示 香港劳动人口已经降至370万人 从2018年8月以来已经减少大概6% 接近10年最低点 除了劳动人口之外 香港人口已经连续第三年减少 也是60年以来最大下降 而且香港入境人数也在快速下降 香港去年翻出的工作签证有32,248个 相较于2017年的62,155个 明显减少一半 报道还提及香港人才流失的问题 近几年相期仅号 其中主要涉及到金融跟资讯科技人士 根据招聘公司华德市表示 去年有700多名金融专业人才 由香港搬至新加坡 香港投资基金工会 今年7月问卷调查也显示 有超过三成受访公司表示 他们已经将部分甚至全部职位 由香港转移到海外其他办公室 97%受访公司认为 跟其他各地通关是重拾香港竞争力 提升香港对人才吸引力的重要关键 以上是今天的香港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香港台的新闻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